安省省選進入第十一日 亦是第二個週末 除了進步保守黨黨領杜格福特休息外 其餘幾位黨領都在大多倫多地區拉票 梁超明 今天安省新民主黨黨領賀華斯 到多倫多西北崩頓市拉票 陪同他的是聯邦新民主黨黨魁祖免勝 我們在這個區域 是一個政府 總面城的弟弟格拉圖升是奔頓東選區候選人 總面城轉戰聯邦前任他之下任安省新民主黨副黨領 賀華斯今天承諾在安省推動牙齒保險 確保本省低及中等收入家庭受惠 平均的家庭會賣超過1200元 每年 如果有孩子需要招牌 你會賣超過13000元 那是否有話要笑 而安省自由黨黨領鄧德華州米頓市拉票 到兩間咖啡店和市民閒探 I love Milton 早前他和新民主黨一樣宣布增加對藝術文化的投資 自由黨承諾將自2023至2024年財政年度起 增撥2500萬元 外加500萬元與原住民文化基金 另一方面安省疫情持續穩定 今日新增感染個案1575宗 再多11人死亡 住院人數降至1392人 在深切治療部留意的有156人